接著要看到是樂極生輩的事情就發生了 這名十九歲的男子慶生 約朋友大家一起去唱KTV 然後大家一口氣就玩到凌晨兩點多 沒想到最後因為結帳問題 跟人起了爭執 演變成了全武行 警方獲報來到現場 您看到當時直接把人給壓制 但這名男子用隨身的力氣劃傷對方 警方最後把他依傷害現刑法 是現刑犯的這樣的狀況 依送法辦 KTV大廳變格鬥場 來慶生的薛姓男子卻跟另一名 馮姓男子打起來 同行的人拼命把他們分開 但兩人打紅了眼不斷要上前 警方獲報兩車到場 鬧視男子被優勢警力壓制在地上 但另一方還不斷叫囂 也被警方帶離現場 警方接護下被移送的 就是慶生的十九歲薛姓男子 他二十七號慶生 找來朋友跟朋友的朋友 共七人到台北螺絲浮路市段的KTV 玩到隔天凌晨兩點多 帳單一萬兩千元 他願意出八千 但部分同行的人 卻不願意幫忙分擔 四千多元的費用 引發衝突 再看一次衝突過程 薛姓男子相約慶生 卻引發全武行 還化傷別人的左大腿 被依傷害現行犯移送 再多後悔也來不及 記者綜合報導